从寒洞口就能看到明显积水 在寒洞的最低点 有两辆车无法移动 荒谬停在路中 淹水已经超过轮胎的高度 一度导致后方车流回堵 地点在台北市北投 中央北路二段和大渡路口的一处寒洞 远景赶到现场拉起封锁线 民众真的好崩溃 本来就已经很缓慢的车流 受到淹水的影响 塞车塞到几乎没在动 雨下很大也没注意到前面有淹水 然后行驶过来的时候 发现没有很高 结果以为可以过 然后开开开在这儿熄火了 这处寒洞没有提醒积水的警示 幸好第一时间驾驶赶紧下车逃离 没有人受伤 上午十点多脱掉车赶往现场 陆续把两辆车拖走才恢复了交通 上班时间这场暴雨 台北市最大时雨量出现在南港有88毫米 北投雨量最多则出现在小油坑 超过66毫米 新北市三重8号月提到上班时间 更让机车族苦不堪言 绿灯后骑士纷纷起步 轮胎骑进水里见起雪花 沿路上还不止一个路段出现积水 镜头转到新北市细致 捏黄色的积水范围相当广 民众撑着雨伞在一旁观看 机车被淹过将近半台车的高度 还有几辆负荷不了淹水而倒地 新北市最大时雨量出现在五股87毫米 细致地区也达到66毫米 不过双北市从上午10点后雨势逐渐趋缓 气象所扩大大雨特曝的范围 往南到中部地区出门真的得再采索行 下雨天想走地下道结果 里面的雨不输给外面 地下道变成水连洞 水从上方不断灌进来 民众得闪避才能通过 新北市永河永河路 与竹林路口的地下道 不知水持续往里面灌 地板积水也很深 早上出门碰上暴雨 上班上课的路上得穿过重重阻碍 台北车站机场捷运连通道 积水也有好几公分 搭车民众根本无法通过 工作人员忙着清理 但水实在太多无从下手 不知搭车有困难 骑车开车通勤也有阻碍 鲍鱼又大又籍 新北市五谷这处立体停车场 一楼积水高度一度淹到脚踝 这场鲍鱼是导致多处 有雨水宣洩不及的状况 而在五谷的这处立体停车场 水是一度淹到了脚踝 有不少民众要牵车 都得涉水而过 就怕水往地下室淹 停车场人员忙着清理 把水扫到外头 让停车民众不用涉水而过 不过雨实在太大 就算顺利迁到车一起上路 机车变成水上摩托车 经过积水处见骑水花 新北市五谷泰山多处路段 都有类似的情况 不过要上班也只能冒着大雨 和积水出门 但有人在家中也碰上状况 台北市内湖的民宅 雨水从灯座上方不断往下滴 屋主录下整个过程 直呼实在太扯 只能自嘲遇水则发 一场暴雨 酿成多处灾情 让民众相当狼狈 TVBS综合报 冰雹不断从天而降 把户外汽车的挡风玻璃 砸个稀巴烂 连屋顶都成了一个洞 一个洞的筛子 让居民看傻眼 这个冰雹小的 像花生那么大 大的就像鸡蛋一般大小 那一些房屋的顶棚 车辆的挡风玻璃 都被砸出了窟窿 中国大陆这几天 包括浙江 福建 贵州 广西 广东 四川 湖北 河南 都被冰雹 雷电和黄蜂暴雨 轮番袭击 有如黑夜 风云变色 电闪雷鸣 随后降下暴雨 仿佛电影特效一般 贵州上空则是 黑漆漆的乌云 大军压境 不时出现打雷闪电 犹如末日场景 浙江这栋楼房也因为累击 顶楼出现大洞 瓷砖混凝土掉满地 可见极端气候的威力 有多惊人 雷暴云团在高空西南窝的 组织之下不仅转起来 而且还在昨天制造了 堪比台风的环流 甚至是风眼 那一眼看过去 似乎是有一个台风 正在重庆的上空 受强对流影响 广西复川风力13级 最大阵风每秒39.4米 突破了当地历史记录 上海也统计 这17天来就有11天下雨 4月累积雨量 创50年来同期最多 专家分析 近期由于南方升温 而北方冷空气比较火药 冷暖空气交汇 容易激发出强对流 出现的涡流犹如水槽 导致降雨源源不绝 比如说南昌广州 明天预报了 雨势都会比较强 而且下雨同时 依然可能会伴有着 短式强降水 雷暴大风冰雹 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为此 庄向台今天早晨 继续发布了 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 专家提醒 今明两天 大陆北方又会陆续迎来降温 气温跳水10到12度 这类大暴雨 强对流天气形态 恐怕还没完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飞机缓慢滑行在 被水淹没的跑道上 这是世界第二繁忙的 杜拜机场 周二遇上75年来 最严重暴雨 有班机原本打算降落杜拜 但在空中盘旋许久 最后只能转降到阿布达比 暴雨瘫痪了整个杜拜机场 进不去也出不来 周三被迫取消290架班机 延屋的航班更是多达440班 航空公司柜台前 排出了长长的人龙 机场里到处都是无奈的旅客 等不到飞机可以搭 不少人干脆席地而坐 突如其来的暴雨 让杜拜的排水系统无法负担 不只机场 整个城市都成为一片汪洋 其实整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到邻国阿曼都受到暴雨侵袭 这一回造成杜拜陷入混乱的暴雨 原因就是它 专家警告在气候变迁影响下 像杜拜这样在沙漠气候中出现强烈暴雨的违和现象 恐怕会越来越频繁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厨房用具满地四散高处柜子大开 家里乱成一团 日本又地牛翻身民众吓坏 当地周三晚间十一点多地震袭击 四国高支县和爱原县 侦测到最强六弱的阵度 摇到连便利商店货架都晃不停 瓶装饮料坠落 果汁流满地也有水管破裂 和山崩道路一度中断 日本气象厅随后宣布 地震规模上收到6.6 另外商店街还传出砖瓦碎裂 这回连九州的民众都很有感 当地是南海海曹 地震发生高危险区 百年可能发生一次规模 8以上地震 是不是有关联 日本气象厅给出答案 尽管排除超大型地震来袭的可能性 也没有引发海啸袭击 但地壳蠢动专家表示会严密监控 一周内可能再有同等规模的地震 目前爱原县一方核电厂 传出在地震后有部分设备故障 不过四国电力是表示 不会影响电力供应 也没有辐射外泄的疑虑 TVB的新闻听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